最近中国女排已经抵达泰国 接下来按照赛程的安排 中国女排在6月20号下午6点钟 将会打响对战日本女排的比赛 眼看这一次的比赛很快就要到来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只剩下一天左右的时间进行休整 希望她们好好加油 从媒体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到 在中国女排抵达泰国之后 各位主力球员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和各位球迷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从当天媒体报道来看 中国女排12名主力球员 真的是形色匆匆 一下飞机之后 就被当地的组委会拉过来 进行大合照留念 而从当天的状态可以看得出来 张长宁和自由人倪非凡 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最好的 本身张长宁这两个人的颜值比较高 所以即便是素颜朝天 依旧非常漂亮 有球迷开玩笑说 大部分的球员自己都不认识 但是张长宁的状态依旧绝美 而倪非凡和徐晓婷这些年轻球员 确实是青春无敌 胶原蛋白满满 当然了 对比张长宁的状态非常不错 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 丁霞这位老将的状态 则显得有些憔悴 从当天的大合照可以看到 丁霞的黑眼圈比较严重 整个人相对有些憔悴 丁霞的状态之所以一般 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 还是因为他在前段时间受到生病的困扰 这一段时间估计没有休息好 一直不是特别的舒服 另外一方面 丁霞的岁数相对比较大 是中国女排这么多主力球员中年龄最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丁霞的皮肤状态和整体体状态 肯定要比其他年轻球员要差 因此这一次的比赛 丁霞能否首发登场 能否打出好的表现 确实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毕竟从前面世界女排联赛小组赛表现来看 丁霞显然已经不符合首发主力的要求 接下来 他能不能够参加巴黎奥运会 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毕竟岁月不饶人 希望教练组任考察一下丁霞的状态 另外一方面 王云露在缺席香港战比赛之后 这次再度跟随中国女排征战 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不过 王云露能不能在接下来对战日本女排的比赛 打出佳计 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从此前澳门战的比赛来看 王云露首发登场 对战日本女排取得非常糟糕的表现 仅仅拿到一分而已 这样的数据 确实对不起自己首发主攻的身份 接下来对于王云露来说 希望他好好珍惜本次比赛 打败日本女排证明自己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代替蔡斌 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袁志 在现场合照的时候 却直接隐身显得非常低调 估计袁志是希望低调备战 不愿意多露脸 希望这位少帅 可以带队打出好的表现 为中国女排争一口气